你好,我是德善醫療集團的營養師,我是尹耀林 剛才在節目上都講到關於骨質疏鬆症 我還有一點點想和你補充一下 至於什麼叫高鈣的食物呢? 我在這裡詳細再講多一點 通常最高鈣的食物是什麼? 是一些奶類的食物 例如牛奶、芝士、乳酪 這些奶類食物通常我們以一份計 都大概有200至400毫克的鈣 除了這些奶類食物之外 還有一些豆腐或者白飯魚 都是高鈣的食物 至於豆腐方面其實有兩種 因為豆腐在製作過程裡面 如果再加多一些所謂食用的石膏粉 鈣質含量會更加多 所以如果想多吃些鈣質的時候 通常我們都會建議大家 選一些硬身的豆腐 至於除了豆腐、白飯魚之外 還有一些豆類 比如一些茄汁焗豆 或者荷蘭豆 這些豆類 通常大概一碗都是100至200毫克的鈣 除了豆類之外 還有一些蔬菜 特別有些蔬菜 比如一些芥蘭 西蘭花 或者一些菜心 通常一碗都有大概8-5毫克的鈣 除了這個食物之外 剛才也講過 在我們那個鈣炎方面 再次提醒大家 一個鈣炎 其實是一些碳酸鈣 如果你吃一些鈣炎的時候 是有一個碳酸鈣的成分裡面 特別要留意 如果你本身是胃酸分泌不夠的 或者本身你吃一些胃酸抑制藥的時候 其實碳酸鈣就未必適合你的 如果你不要選這些碳酸鈣 其實市面上還有一些所謂叫做檸檬酸鈣 或者叫做鱗酸鈣 其實在市面上都是容易找到的 至於負重運動方面 其實在負重運動方面 很多人當我們做運動的時候 集中改善骨質疏鬆症的時候 通常很多人只做了下肢的動作 比如一些急步行 甚至做一些太極 其實力量大部分都是下肢 反而忽略了上肢 比如一些手、手等這些動作 所以如果真的要做一些負重運動 去改善骨質疏鬆症的時候 通常我們都會建議大家 做多一些上肢的運動 不要說忽略了 比如一些舉一些啞鈴 或者用一些啞鈴去做一些負重運動 其實都會幫助到大家 改善上肢運動 上肢的骨質密度 骨質疏鬆 而且是這個擁有的 就是這個擁有的